记者于恒新北报道 谁叫爸妈都不理我 新北市树林区郡英街凌晨发生机车追撞汽车事故 警方到场贺见机车驾驶是年仅15岁的曾姓少年 问起他为何凌晨时分还在外逗留 他竟开始领珠炮向警方抱怨得不到父母疼爱 令警方哭笑不得 曾少向警方公称 因为父母忙于工作 亲子兼疏于相处 他感觉家中缺乏温暖心情郁闷 昨天深夜和朋友相遇外出吃姜乳鸭 凌晨骑机车在住家附近道路都封时 不顺从汽车后方追撞 曾南京酒厕后浓度达零 42毫克已经触犯公共危险罪行责 警方通报曾少父母 两人游行重重赶往警局 除了再三保证会拨空陪伴曾少外 也同意代为赔偿汽车车损 全案训后 依法移送少年法庭并开出无照价 十六千元罚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